Hello 大家好我是蘇宇先生 我是蘇宇哥帶 今天呢我們要來分享兩本我們最近真的超愛超喜歡 而且可以改善親子關係的繪本 剛出爐而且熱騰騰就是羅寶宏老師的媽媽你還愛我嗎 還有爸爸我不要踢足球 其實在正向教堂裡面呢 跟孩子產生一個連結感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你想想看你小時候啊 做錯事被處罰被罵被打 你當時的感情是什麼 很生氣啊然後也很難過 就會覺得我跟你說了你還罵我 那我之後都不要跟你說好了 這爸爸媽媽講的話都當耳邊瘋 你就繼續唸啊就繼續說教啊 或者之後還會學會說 喔是逃避者跟頂嘴有沒有 但其實在內心深處都是爸爸媽媽好像都不愛我 都不在乎我對不對 所以其實這就是這兩本繪本想要傳遞給 不只是孩子 更多的是給爸媽的一個訊息 那我非常喜歡這兩本繪本就是 他都是很生活中的一個故事 老師他運用了這樣講的一些對話還有一些工具方式 讓他的兒子感受到被爸爸接納 被爸爸同理 我靠這跟兩行眼淚都在哭出來 真的真的很感動你知道嗎 最重要的是呢 他不只是故事 老師裡面用的這些技巧方式啊 他在後面全部都不藏私的分享給大家 都在書的後面啊 這邊他會跟你講說我遇到這個狀況啊 用了什麼技巧 像他這邊我不要穿鞋子我不要出門 他在地上滾啊 欸老師他運用了什麼方式 比如說我老師的情緒上來啊 他也很生氣 欸他怎麼樣讓自己冷靜下來 最後是怎麼樣讓孩子感受到 其實爸爸是很在乎你很想支持你給你勇氣的 這後面全部都有 其實我覺得這兩本書啊 就是很像初階的教養書 你知道嗎 其實也是給爸爸媽媽看的 你有非常多的生活狀況題都可以套用進來 教你非常多的句型 然後去接納孩子 去感受孩子 你剛剛講到重點了 教養書 教養書一般都是文字 然後很長 爸媽最缺的就是時間 那老師他就用繪本的方式 然後你在跟孩子讀的時候 其實你也在學教養的方式啊 喔喔喔喔 這這邊老師真的超貼心超棒的 那最重要的是呢 因為我們的文化啊 其實我們很難把感受跟愛說出口 明明其實是很愛孩子的 但是做出來的行為 可能就是責怪他 處罰他 但其實是想對他好 那這兩本繪本呢 其實可以幫助你跟孩子 做一個連結 當你每天晚上 在跟孩子念這些故事的時候呢 其實孩子都能感受到 其實爸爸媽媽是很在乎我的 你也能感受到 你把這份愛啊 這份關心 傳達給孩子 所以我覺得這兩本繪本 跟其他繪本比較不一樣的是 其他繪本我們好像選了 念給孩子聽 都希望他們能學會一些技能 像是自己刷牙啊 然後自己穿褲子呢 忠能性的 對對對 或者是情緒管理 都希望孩子能成長能改變 我覺得這兩本繪本呢 其實是給父母 讓我們能夠改變 讓我們能夠成長 以及學會一個更好的方式 對待我們的孩子 愛孩子 我真心推薦這兩本繪本 大家都可以買回去 2021年必買繪本 我是在野先生 我是在野太太 掰掰